上期咱说了兰花为啥不生根,估计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了,这期咱们来说一下兰花释放的三个求救信号,发现了就要赶紧翻翻盆了。 兰花是中国四大名花之一,虽然花姿不娇艳,花期也较短。 但是整体带有一股雅致大方的气质,即使不开花,单纯赏叶,飘逸清脆的状态,也犹如翩翩君子一般,因此在花界中也是占据一席之地。 但兰花的养护难度偏大,所以个人家庭养护时总容易出现烂根黄叶等问题,好不容易等到分化花苞,如果控制不当,还容易消包腐烂,严重打击养兰的积极性。 不过随着对兰花习性的普及,养兰难度也慢慢减小了,但是在日常养护兰花时,也得多注意生长状态。 当看到兰花释放三个求救信号,必须马上赶紧翻翻盆,动作慢有隐患容易收空盆。 求救信号一,叶片持续发黄,兰花在生长过程中总会出现黄叶情况,如果只是零星几片,那么不用过分担心,大概率就是正常的新陈代谢。 我们直接把这些发黄的叶片修剪掉就可以了,但是叶片是持续发黄,范围慢慢扩大,就得注意甄别。 如果是叶间先发黄,慢慢过滤到整片叶子,大概率是空气湿度过低,日晒时间过久,导致兰花叶片水分大量流失。 这种焦黄状态,通过缩短日晒时间,喷洒水物增湿,基本就可以解决。 如果是新叶先发黄,慢慢过渡到老叶,有可能是就是因为土壤出现减化导致的,铁离子无法被吸收,刚长出的新叶便会发黄,情况未能缓解,老叶也会发黄。 这个时候,在浇水的时候,直接在土壤中加硫酸亚铁溶液,一方面可以补充铁元素,另一方面也可以调节土壤,让它恢复微酸状态。 如果是新叶老叶不同程度发黄,根系可能腐烂,导致养分供应失衡,这个时候就必须翻盘修根,之后重新配置土壤。 求救信号二,叶被出现斑点。 如果观察到兰花的叶被部分突然长出斑点,就一定要注意是否感染黑腐病。 它的主要症状是先从蓝叶的中部叶片开始,先在叶片边缘站长小小的褐色斑点,之后慢慢扩散,导致叶片从中部枯黄折断,后期陆续扩散,导致叶片大面积腐烂,因此前期必须多预防多观察。 看到感染迹象,果断把感染叶片整片裁剪掉,同时用专业的药剂进行喷洒,例如稀释2000倍的10%是高药剂或稀释1000倍的绿霉素。 如果发现比较晚,病菌可能已经蔓延到甲磷或根莖等位置,必须马上翻盘彻底治疗,把感染的部分全部修剪掉,同时利用10%是高药剂对切口进行喷洒或浸泡,尽量把病菌扼杀掉。 兰花之所以会感染黑腐病,主要是两个原因,生长环境不卫生,残留菌体或虫害啃食叶片滋生病变,第二个原因就是环境过于潮湿,空气不流通,因此想预防就可以从这两点出发。 最后一点,就是看到兰花叶片发黑,甚至有些化水的迹象,一般这种情况,就是因为施肥过多导致,兰花其实不洗肥,但是个人盆栽的兰花,受盆土空间限制,养分比较少。 为了让根系保持强劲状态,我们可以适当补充点肥料,例如花多多一号之类的淡钾肥,促进根系和叶片生长,到了兰花分化阶段,再换成花多多二号之类临肥,保证养分供应充足,最快4月绽放层叠群花。 但是,我们给兰花施肥的时候,一定要控制用量,建议在施肥的时候,薄肥勤施为主,而用花多多系列的肥料时,先少量喷洒灌溉,观察兰花变化之后再调整,同时施肥之后,第二天必须浇透水稀释,而施肥过多就会产生肥害,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叶片发黑,发现及时的话,可以浸盆稀释,如果为时已晚,就必须翻盆换土修根了。 兰友们,今天的小讲堂就到这里了,谢谢大家的观赏,不要忘记长按点赞,建强烈推荐一下咱的兰花小讲堂呀。 好了,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,再见。